在紐約市場公寓火災中19人喪生 其中包括9名兒童 該市消防專員稱為最近記憶中最嚴重的火災之一 市長瓦當斯的高級顧問林格爾 週日向美聯社證實了死亡人數 而一名未經受權公開發言的市政府官員 證實了兒童死亡人數 林格爾說醫院中有50多人受傷治療 13人仍然處於危急狀態 消防專員李格爾在當日新聞發布會上說 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死於嚴重的煙霧吸入 據紐約聯邦消防局說 大約有200名消防隊員在布朗克斯的商園公寓 火災現場進行撲救 他說消防員在每一層樓都發現受害者 並在他們心臟和呼吸停止時將他們救出 這個在紐約市是前所未有 他們預計會有更多人死亡 據尼格爾說 星期日的火災起源於一套橫跨二樓 和三樓的複式公寓 他說消防隊員發現公寓樓的門開著 這個顯然是讓火勢加速 煙霧迅速向上蔓延 據信火災起因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是起火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在星期日的火災發生幾天前 在費城一場房屋火災當中 導致12個人死亡 其中包括8名兒童 他在發生的火災 前往三樓的火災 就在火災在大火災